卡扎菲,出生于利比亚一个传统的部落家族。 他年轻时参加军队,后来成为了军队领袖。 1969年9月1日,卡扎菲领导自由军官组织,发动九月革命,推翻伊德里斯王朝,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。 伊德里斯王朝时期,利比亚丰富的石油资源,都被西方国家所控制。 利比亚的人民生活,并没有因为丰富的石油资源,而有什么改善。 卡扎菲上台之后,将石油资源收为国有,利用这些石油资源利比亚,成为了非洲最富裕的国家。 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,有房主,开汽车,还能享受免费的教育和医疗。 卡扎菲将利比亚带向了繁荣,但同时也侵犯到了西方国家的利益。 2011年阿拉伯之春,在阿拉伯地区国家兴起,利比亚的年轻人,也开始走上街头。 反对卡扎菲的独裁统治,并展开了反抗。 在西方国家的物理干涉下,利比亚政府军队节节败退。 卡扎菲也开始了逃亡。 最终逃亡的卡扎菲父子,被利比亚执政军队所逮捕。 在经历了一番侮辱和折磨之后,卡扎菲和他儿子穆塔西姆被枪杀。 当时一位叫乌雷比的年轻人朝卡扎菲,头部开了两枪,造成了卡扎菲的最终死亡。 卡扎菲死后,乌雷比的事迹被媒体大肆报道,并被政府奉为英雄。 乌雷比一时间成为了利比亚年轻人心中的偶像。 风光无比。 但同时,乌雷比也成为了支援卡扎菲人们仇恨的物件。 最终支援卡扎菲的武装组织地袭击了乌雷比。 乌雷比就这样被击毙了。 而经历了这次战争后,利比亚并没有更加繁荣。 人们的生活得不到保障。 再也享受不到从前的高福利。 而那个非洲复国,也从此一落千丈。